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6日 今天就比較少講股票 主要講講有一件事 就是說 接下來這一年 我們應該要買什麼市場比較好呢 我們看到很過往的一年 2021年雖然沒有過完 不過港股的表現真正很差勁的 就是比較看到資金成交是比較萎縮了 就是資金流出 反之另一方面 深圳河那邊就很不同 譬如上個星期來計算 我們總共有六天都是有資金的流入的